今天各股方面 还是要跟大家再聊一下李宁 李宁五盘收涨1.47% 报到了58.65港元 而且盘中股价时再创历史新高 这一句盘中股价再创历史新高 我好像这一周每天下午 都会跟大家提到 那近日瑞银市研究报告就指出 将李宁的目标价是由59港元 升9.8%至64.8港元 维持买入评级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股价在盘中 不断创新高之后 大家心中一定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李宁的天花板未来会在哪里 近期急速上涨之后 现在还建不建议大家去参与了呢 现在是不断的一个创新高 但我觉得它后续也有机会继续突破 因为这几天其实看到这个体育板块 除了真的就一直有资金流行之外 第二就是其实连同业的一些手机数据 也做得非常理想 我觉得就是整个行业 就是去年为疫情的有关 其他都处于一个去库船 所以呢 经历过就是一个去库船的一个时间 已经结束了近年度 他们能够就是推出更多的一些新产品 从而就是拉动 当然就是整个行业的一个需求会增加 然后他们推出新产品的话 我觉得定价也可以就是更高一些 拉动这个毛利率 而且去库船已经结束了 近年度不用担心会给那么多的一些折扣 所以呢 我觉得行业的 而且呢 第四就是行业的市场率肯定 尤其就是内地的一些技术品牌 可能肯定就是再慢慢的一个增加 所以呢 我觉得太多的一些利好因素存在 有机会继续会退动到资金 继续留意这个板块 所以呢 有机会继续会突破的这个股价 所以虽然已经不断穿新高了 但是在凤珠看来呢 李宁还是可以有继续突破的空间 所以有一些这个等待的资金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是不是要在这个阶段呢 是参与一下了 另外其实呢 我们跟这个凤珠聊股市 也差不多聊了快三年嘛 所以我一直都知道 您会非常看好的就是这个板块 除了李宁您比较看好之外呢 您也会经常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提到这个安踏体育 我们看到手机销售呢 录得了中值高位数的增长 那当中安踏品牌的销售额呢 按年上升40%至45% 那大家比较关注的品牌 菲拉品牌的销售额增长 就达到了75%至80% 而其他的品牌销售额呢 增长也是超过了一倍 手机表现是不是非常令市场满意 我们如何评估 如果和李宁去做对比的话 它的一个上升空间 是不是更大呢 对就看到第一季度的这一个销售额 真的非常理想 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一个 双位数的一个增速也是恢复到 就是疫情前的一个水平 当然去年首季度可能就这个技术相比较低一些 所以呢 今年很容易就是达到一个中高位的一个 双位数的一个增速 但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品牌的一个增长 非常的厉害 就是反映就是安踏 其实近几年就是不断的一个增加 就是不同的一个品牌 不同的一个产品 你看到慢慢的一个对于盈利有所贡献 刚才提到的就是对于这个李宁 是不是有更大的一个股价上升的一个空间呢 我觉得是的 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就是安踏这个股价的一个走势 现在还没有到达就是二月份的一个高位 154的一个情况 但李宁已经在突破了 所以呢 相对来讲 我们从这个技术走势来看 安踏是更有机会会到达前期的一个高位 而且出现突破 而且呢 最近也是慢慢的呈现一个右行的一个走势 所以呢 我觉得安踏这个更值得积拿 当然它适应率好像还是比这个李宁啊 也相对还是低一些 所以呢 我觉得未来它应该还是有机会追回这个李宁的一个战俘 所以未来的一个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而且空间也许会更大 如果稍微保守一点的投资者喜欢这个板块 安踏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另外呢 其实我们早前在看到安踏李宁轮番上涨的时候 大家就在聊说这个板块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追落后的情况呢 那这几天其实我们看到这种追落后的迹象 也都是在逐步的出现 好像也没有什么落后再可以追了 尤其是像特步国际方面 我们看到最新的销售增速呢 也在加快 第一季的零售销售按年增长就达到了55% 而前一季增速呢 只有高单位数 零售折扣水平改善至7折至75折 那它的零售存货周转天数呢 也是降至大约4个半月左右 特步在这一季度的一个表现来讲的话 是不是也是给到市场一定的惊喜 那如果在体育板块当中 我们会选择一些其他可能估值相对低的一个股份 它会是首选吗 对 如果说就它的一个第一季度真的做得非常好 因为这个零售额也是达到了 刚才提到对于一个中上位数的一个增速 所以呢 也是有惊喜的 当然就是如果说一些二三仙品牌来讲 特步其实虽然已经也是在三月份开始 已经看到它的股价已经起步了 但相对而言也是相对比较落后的 因为其实这个里林哥这个安踏 确定也是不断的一个上升 但如果你说安特步的话 其实它涨幅相对比较小 空间所以现在最落后的一个角度 可能还是会比较适合 但是如果真的从行业里选的话 我觉得龙头它的一个发展空间 还是更明朗一些 因为第一就是这个行业嘛 大家第一就是很看这个品牌的一个知名度 第二就是它们本身就有不同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产品 在大品牌来讲 好像它在这一部分做得更好一些 所以呢 我觉得在大品牌龙头来讲 它们的这个市场率增长速度会更快 所以如果说相对保守的话 去选这一些二三线的一些体育用品 因为股市还相对比较便宜 好像风险没有那么高 但如果真的一些比较进取的一个投资人 我自己觉得龙头 它虽然现在股价很高 风险好像比较大 但是发展前景 我还是比较看好龙头的一些企业 那如果我们再从这个行业赛道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像是李宁 它是自主的一些品牌 而安踏这一方面的话 可能它是品牌多元化 您会更看好是哪一个赛道呢 另外就是说 我们也是看到像安踏里您为首的 其实它们在走的是中高端的路线 那像是这个特步这些的个股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它可能是想要往这个中低端去扩展 所以您在这两个赛道 两种维度来看的话 您更倾向的是哪一些呢 我一直都是比较倾向于 就是多元化的安踏 因为第一就是如果是中低端的 当然就它的一个市场定位已经很清晰了 但是就是因为中低端 所以可能对于它的一些价格的一个定位 或是未来一些毛利率的一个增长的空间 可能会受限一点 但如果是 所以我们最看好的就是应该说 现在内地的一些经济发展非常高速 然后人均的一个收益以及就是它们的一个开支也可以增加 所以大家会往这个特别我们所说的一些消费升级 所以呢中高端的一些产品 应该未来销售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空间还是会更大一些 所以第一就首选中高端 另外就是自助品牌当然好 但安踏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个品牌 但是它也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国际性的一些品牌 这一个呢 而且它的一个分类还是比较就是广一些 所以呢我觉得就算现在某一个可能体育的一个种类 它的一个吸引力没有那么大 大家也可以可能做其他的一个运动 所以呢也可以分散一点点的一个风险 所以从而那么讲的话我自己觉得安踏这个发展呢 可能空间会更高一些 相对于单一化的品牌呢 更加倾向于这种多元化 而且呢中高端路线也会带来高的毛利率 所以在凤珠这边看来的话呢 安踏可能是这个板块当中的首选了 也是非常感谢凤珠带来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和大家继续聊 感谢准备 感谢准备